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点多级的地震 那两天前我们知道在印尼呢 发生了六点六级的地震 造成了一百多人死亡 所以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在最近的时间段里面 地震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地震的震级都在六级以上 都在六级以上 所以让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我个人学过地质 学过气象这些东西 所以给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看新闻的报道当中 这种大地震的频繁程度相当高 与这个以往比较来讲 不太一样 而在昨天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过说 在六中全会前 公式财产这件事情 公开公式财产这件事情 是由栗战书和这个陈元提出来的 那结果被夭折了 就是没有 并没有进行下去 这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概念 说为什么习近平王岐山 特别是王岐山 在有关公式财产这件事情 他屡屡遭受挫折 遭受挫折的原因是 中共内部中共上层 隐形的富豪太多 那这种隐形的富豪太多 包括连习近平王岐山 恐怕自己都不掌握 到底有多少人 每个人有多少钱 他们的程度有多高 那这些人的财产是隐形的 但是当以中共的角度来讲 如果以一种文件的方式 以一种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 要求每个人公式公开财产的话 他们就等于把枷锁 绑在了自己脑袋上 锁在了自己脖子上 所以遭受了阻力 那我个人也觉得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内在的含义在里面 也包括他们各家族势力 在中国经济命脉当中 国企当中 金融体系当中 那这种家族势力表现更加的长盛 也就促成了今天习近平和李克强 对有关中国金融与外汇和货币的控制力极低 那换个角度来讲 其实他们很难 我个人以为他们很难透过行政手段 能够阻止这个资本外流 资金外流 11月份的资金外流高达690多亿美金的 相当于700亿美金 据说创了五年来的最大的记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概念 就是当中共最上层各家族势力的 隐蔽富豪 隐藏富豪太多 而他的资金的拥有的概念 也就是他的组成部分和所在的位置 那在什么行业当中 不是今天习近平王岐山能控制 可是他们都是各个家族自己能控制 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强烈反腐的背景之下 那各家族为了能够继续隐藏他的货币 隐藏他的财富 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 在这种国内的压力之下而出现不测 他们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权势 把钱弄出去 我相信这个道理是很清楚 如果一个王立国可以贪污2000亿人民币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他仅仅是一个民政部长 对吧 那仅仅是一个这么一个官邪 那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以家族的概念去测算资产的话 我相信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活着的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活着的家族 那家里有多少资产 他们手里能控制多少 而这些资产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外流 而这些家族势力的资产的外流 也就能够促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资产外流的高潮 因为普通的一个人可能能够弄出去 三百万五百万 这还得有钱的 中产阶级 那如果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就是十个亿 二十个亿 三十个亿 而他们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国家企业的名义 因为这些家族势力本身 就已经分隔了国家企业和利益的概念 这也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失控的场面 所以那隐藏的隐蔽的富豪 拒绝坚决拒绝披露财产 延迟这样的党的规章制度的发布 也就变相的拖垮中共本身 同时造成资本外流 那同时造成资本外流 已经成为了今天 围绕着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 那也就是说 那习近平王岐山 他可能就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 就是主动的把人民币的汇率降低 那贬值人民币 但如果主动贬值人民币 将带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的风暴 主要是普通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的财产 大幅度缩水 那大幅度缩水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抵抗力 从而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冲档 因为将直接打击 以房地产为主的整个中国经济 所以但是呢 它的作用就是阻止资金外流 因为当主动把货币贬值之后 无论你家族势力多么强大 那你的财产会大幅度缩水的 对吧 大幅度缩水 所以在今天的金融时报 英国的金融时报 直接讲说 中国会不会再效仿 1994年朱镕基的做法 主动贬值人民币汇率50% 那不是开玩笑了 他谈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今天的实力 已经不是1994年能够可以比较 所以新任的驻华大使被川普挑选了 说那中美之间呢 已经到达了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点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关系 答是在关键点上 而这关键点上却直接取决于川普对中共本身的看法 而新任的新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呢 虽然是习近平的30年的朋友 见了过30年的朋友 但是他是共济会成员 那又有了一种真正类似信仰理念的 跟中共之间冲突的概念 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而今天的川普呢 被法国媒体直接称呼为 是这个埋葬中共的 就是他将延续里根精神 成为埋葬中共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一只手 他真的是把里根埋葬苏共 苏联共产党 对比成今天的川普将埋葬中共 就这么比较的 那在这个比较之下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直接说 今天的中国 中国大陆 台湾 与川普 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风暴前 现在是风暴前的瓶颈 他直接最新的一篇文章刚刚拿出来 是这么评价 而在所有的评价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川普的政策成为 川普对中国的政策成为了川普对外国政策的 比较公开化的第一步 所以他讲说川普打击中共 打击今天的大陆成为了他走向 走向国际社会当中的第一炮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描绘和非常有趣的说法 原因就是当 反思人们对川普抱有希望的时候 特别是在中国环境中 对川普抱有希望的时候 结果川普真的获选了 而他的所作所为呢 却直接打击了中共体制之下的爱国主义者 所以在纽约时报的 他的文章报道直接谈到就是说 川普分裂了川粉 川粉 川普分裂了在中国大陆的 这些他的fans 可是在这篇文章中 他却大篇幅地谈到了 美利坚合众国 现在实际是美利坚分众国 那美国已经分裂成为一个继承的事实 大篇幅地在谈到 今天在川普的这一次获选之后 那表现出来在美国的这种分裂状况 那而他直接谈到说 美国的分裂不是今天 美国的分裂是从奥巴马年代到今天 走到今天出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分裂 那美国分裂意大利的总理已经宣布辞职 并没有延续下去 所以意大利已经陷入了一种政府的危机 那陷入了政府的危机 跟当时意大利公投之前 人们探讨的状况一样 将直接威胁到整个欧洲大陆 欧元降到了一个美金 一个欧元换1.05到1.07美金 那是快历史上的低点呢 曾经美金超过欧元 但是呢 今天已经逐渐较持平了 这已经是相当相当脆弱了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作为美国人今天到欧洲去旅游 它比一年前到欧洲去旅游 便宜了30%甚至到40% 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在今天的环境中 人们今天的新闻当中 我们注重的就看到了 公式财产在中共体制当中的 这种重要性 而在正是这个背景之下呢 中组部又出了一个什么 对中共党员的什么三规则四要求 非常的详细 有人说这是中组部对明年19大人员的 安排的一种设定 那我个人觉得呢 是对中共高管 也就是对中共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这一层面的高官呢 进行加码式的 那种绷带式的 那种捆绑 那几乎让他们没有任何喘息之力 大家能设想出在习近平王岐山 连番对中共高官进行管制 以贪腐的概念 甚至以文革之手段 对他们进行绞杀 而他们却又握有着 这个国家的绝对财产 以利益集团 利益家族的方式 大家能否想象出 在今天现实的环境中 在中国社会的内部的矛盾 拥有能力的 这种家族与势力之间的 内部的矛盾 足以激化 来促成整个社会的崩溃 主要是在经济层面 主要是在金融层面 要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呢 请您订阅石头Radio 再见 那也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也就是所谓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也就直接影响到 在中国环境中 对于很多人 太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我们感觉无能为力 但是呢 对于相当一部分 中产阶级吧 他可能就会有所选择 也就是说 他不得不给自己寻找生路 因为作为中产阶级 当他手里有个一百万 两百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的时候 但是面对中共体制上层的搏杀 他们也同样就像鱼虾一样 会被揉进去 会被毁掉 对吧 会被毁掉 因为上那个层面的搏杀 如果一个家族 他 我换个角度来讲 就像李立国这样的家族 如果他手里头有个几百亿现金 我们就说这意思了 有个几百亿 这几百亿 如果他换成美金的话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之下 将直接影响到 他的财富本身的 是否缩水 和财富本身的转移 那按照他的官位而言 他的家族 包括他的孩子 他的亲属 他的太太 是有能力在中国环境中 寻找出路 把钱弄出去 那作为王岐山 他们要打杀的人 也恰恰是这些人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品出这味道没有 王岐山 习近平 打杀的目标 恰恰是这样的高层的人 而这些人 却在是过去时间里面 都大笔的掌控着中国财富 国家的财富 居为己有 但表面账面上 可能并没有显示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是国家真正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那就像国家统计局局长 今天还在人民日报上说 统计数据呢 是太多的水分 太多的造假 恐怕连他自己都把握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那也就面临的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 如何规避 回避这种矛盾 这个问题 其实想到一个故事 它也不是故事了 它这么个说法 说有一个人呢 叫索罗斯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媒体人 知名的媒体当中的专栏作家 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 在傍晚的时候呢 来到一个报摊 来到报摊之后 买了一份报纸 那买了报纸之后 他的朋友就向 这个卖报的人呢 就说了声谢谢 卖报的人更不搭理他 而且非常 那脸色非常不好看 这个索罗斯就觉得 就跟他朋友说 说你看这卖报 怎么这德行 这个样 你买他的报纸 你还跟他说声谢谢 而他连理你都不理你 你也是 人家都不理你 你还跟人家 递什么脸呢 上谢谢什么呢 结果这个朋友就开始教育他 他说其实他每天都这样 卖报 每天都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生活压力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买报纸呢 他是不是希望报纸每天老早都给卖光了 他就赚到钱了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他高兴和他不高兴跟我没关系 如果我被他的不高兴而影响的话 那我就惨了 哎 他这么 他的朋友跟他这么说的话 索罗斯就若有所思了 他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快乐 攥在别人的手里 他说是这么回事 他说其实 我对他道声谢谢 是我做人的一个境界 一个准则 我对他道声谢谢 我内心中怀有一份快乐 他是否接受这一份感谢呢 那是他的事情 他给我黑脸和不给我黑脸 同样是他的事情 要知道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太多的人被现实环境所左右 我们太多的人被现实环境带入到一种很不快乐的氛围 作为一个老婆的 可能因为老公的早晚归来 因为老公的一句话 因为老公的喜欢不喜欢 而使自己陷入一种 一种忧虑中 陷入一种甚至愤怒与生气中 那作为一个婆婆 看见儿媳妇 儿媳妇哪都好 就有一点不好 她永远会记住儿媳妇这点不好 逢人便讲逢人便说 当说三遍的时候 已经义愤填庸了 对吧 那作为老公 那太太什么都好 就是太太对自己管的言 或者说因为某些事情的看法 自己不赞同 跟太太发生了冲突 其实呢 道理很简单 她有她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那她的看法 引起你的不高兴 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其实她讲的是这么一份道理 她讲的就是一个 维护自己的快乐 维护自己的 把握自己的快乐 当然在我的眼睛里 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自然 一个生活在证实自我的环境中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她一定会被别人所作用 她一定是失去自我的人 道理很简单 别人不高兴 从而带来我的不高兴 那我的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 你为什么对我不高兴 对吧 生活在自我中的人 却失去了自我 被别人所作用 每个人对他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对他人的看法 是每个人的权利 和每个人自然的反应 其实呢 这天地间是 每一生命之间的彼此的关系 有人是善缘 有人是恶缘 就像我常跟大家说的 在大学里读书 在公司里上班 有些人你怎么看着他都喜欢 看着一眼 难忘三秋 有些人 你看了他三秋 记不住他一眼 这就是缘分 有人说了 不对 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爱好 你从来没有想过 兴趣爱好这东西 没办法证实 兴趣爱好这东西 是跟生命直接来的 他就喜欢酸的 那个就喜欢甜的 一点办法没有 那个就喜欢眼睛大的 这个就喜欢个矮的 那个非要要个高 那说那叫傻大个 说这小矮子没劲 那小矮子人说 这小矮子有风趣 身体语言非常诱人 你说怎么办 其实想过没有 我们人每一个人的这种兴趣爱好 就是我们生命的缘分 我们生命的过去 所带来的善恶有报之道理 引述到这个环境中 引述到这一世中 在这一世中展现出来 他正好跟我们所要欲 所相识所相知的这些人 吻合在一个环境中 产生作用 来回报 曾经我们生命过程中 所结下来的恩恩怨怨 这就是最关键 所以不是一个把握 不把握自己快乐的人 而是一个不要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别人的嘴巴里 别人的耳朵里 你能够把握自己 最关键的问题 是你能够看穿人生 看穿生命的含义 看开一 有人说叫看透一切 那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 其实我说不是 而是明白生命的真理 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理 当明白生命真理的时候 你就不是一个为我的人 不是为了自己得到 为了自己快乐 而去努力的人 而是你根本没有烦恼 因为你懂得烦恼的由来 你也不会大喜大悲 因为你知道 当你大喜之后 必然会有大悲所在 你能够看穿 明白整个事情的阴犹的时候 你只是走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你只是走这么一个过程 走这么一个过程 你就不是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 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产生着绝对的作用 你可以拥有它 你可以失去它 你不会为拥有而欢喜 也不会为失去而忧虑 因为你知道 有来必有失 因为你知道 当失去的时候 同样是给下一次的收获的 来腾出空间 腾出一个氛围 腾出一个环境 生命不过如此 所以这是在我看来 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今天的这种压力中 我才会说 该到来的一定会到来 该爆发的一定会爆发 但是当能够懂得生命概念的时候 你知道这内在的因由的时候 你非常坦然 你的坦然与平静 是因为你懂得自己的德与失 只不过就是一场梦 只不过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因为你都无法把握自己人的生命的德与失 所以这就是我以为 真正是自己生命达到 把握自己生命不仅仅是快乐 而是一种释然 拥有一份释然的生命和氛围 是超越于人的情感中的喜怒哀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